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老朋友了 吕礼师 今天的主题 国际间的实际对话 这实际对话就是军事宴席 讲起来 可能我们还要把这个实际实际化的这个实战化这件事情 跟我们的台湾的国防预算也要连在一起谈 李天 您是专家了 我们从国防预算如何去看国军的实战化 以及实战化这三个字 它的意义和来历又是什么 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这个实战化以我们台湾提出这个 国防部提出实战化是在国防部日前在主持 那个国防部长在主持国防大学的深造教育毕业典礼的时候 他讲到这个实战化 而且他还提到说仗在哪里打 部队就在哪里训 仗怎么打 部队就怎么练 这句话当然每个字都讲的吭枪有力 而且确实是如此 我们部队均以战为主 这当然不是 当然要面对实战化的考量 而且事实上来讲解放军不断的那个扩大他的军力 那国军也事实上也应该要实战化 但是实战化这个三个字到底是从何而来 那其实我们要仔细推敲一下 其实从去年的汉光演习就已经约略的提到实战 那今年的汉光演习也提到了仿真跟实战的这两个字也 但是真正最先提到实战化的其实是解放军不是国军 是对爱 对 是对爱 是在2014年的时候 习近平终整了他关于对于这个实战化的一些看法 他终整了一本书叫做 关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意见 从此之后 大家同同他们解放军就不断的在讲实战化 还记得在去年19去年19大的会议期间 解放军代表了也就是曾经驾驶过轰6这个轰炸机 来绕台巡航的一个上校团长 他也讲说解放军远海远洋训练已完成常态化体系化实战化 好 这也是实战化 也就是说这个议题其实是对岸先讲的 那我们只是拿相对败而已 拿相对败 对 那只是他们讲实战化 我们也回应一个实战化 也就是说对岸他们讲实战化 当然跟他的军改有关 那我们的实战化其实就是源自于说 他们不断的来进行绕台巡航 那我们提出了实战化 那从这一点 如果说我们看到今年的国防预算 那其实国防预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那圣经里面有讲到 马太福音有一节特别讲到 财宝在哪里 心就在哪里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国防预算是如何配置的 那事实上来讲 我们的真正的长官的 他的认为未来做在应该是 钱在哪 刚才不是讲了吗 说前面的国防部长在毕业典礼的时候 大学叫做什么国防大学深造教育毕业典礼的时候 说仗在哪打部队就在哪 是吧仗怎么打部队怎么练 现在只把这话再绕回来就是 有多少钱就打多少仗 是吧 有什么样的钱就打什么样的仗 概念就是这样 那今年 国防预算其实有提升 增加了多少 其实增加最多的其实应该是我们讲到军事投资项目 那我们那个国防预算约略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军事投资 然后还有作业维持 还有那个人员维持 那人员维持就是人事的经费 那作业维持就像我们的装备要保持他能够正常的运作 要更换料件 要加油 这些维修 这些是作业维持 那军事投资 那事实上就是购买新的装备 那在这今年的陆海空军的项目里头 如果我们来仔细看的话 比较不太一样的 就是第一个我们谈到陆军 他要对美采购M1A2战车 他要买这个新的装甲车 那海军的话 那当然有很多的内容啊 有潜舰国造 那也有要做潜舰救援舰 因为你不能潜舰出来了 那谁救援潜舰呢 潜舰一旦发生事故 就支撑他的一些 后勤补给 就是他如果在水下 也需要什么样的救援的话 需要潜舰救援舰来 那我们的潜舰救援舰已经使用超过 也已经是阿伯级的 那已经用了40年以上了 所以那当然也要更新 但是比较特殊的 是有关于微型飞弹突击艇的部分 这个跟比较起来 好像是一个最显眼的一个项目 对不对 对 微型飞弹突击艇 对 那另外相对于空军的话 那因为空军 他就是在后续的不断的提出 就是有关于F-16 他的性能提升 变成F-16V 那还有另外就是 新式那个高级教练机的部分 那这是比较重要的几个科目 那如果说我们从这几个项目来看的话 正好这段时间 有非常多的一些资料 暴露了对岸 他实际的状况 在8月16号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了 2018年度的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 那大家都简称这叫做中国军力报告 那这是第一个 然后在8月28号的时候 日本的日本也提出了他们的防卫白皮书 那他的防卫白皮书里面 他提到了一件事 也就是台海的军力差距 不断的正在扩大 而且日本要维持自己的安全 他不但要顾及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之外 他还要注意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才提出这个看法 另外在8月31号 配合着预算送抵立法院的 还有就是国防部所提出的中共军力报告 那这几份报告里面 其实不约而同的 那提出了几件 就是说中国未来对台湾作战的方法 其实 就是解放军如何犯台 对 其实简单的来讲 就是军事危测 封锁作战 火力打击 登岛行动 那在这四种 就是样态不太一样的一个作战里面 其实都是由一种方法来展开序幕 那其实就是所谓的火箭军 火箭军就是以前讲的二炮部队 简单的来讲 也就是各型的弹道飞弹跟巡异飞弹 那这也就是说 不管是美国的看法 日本的看法 以及国防部的看法 这些都是最新的 可是按照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讲到 钱在哪里 新就在哪里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今年的国防预算里面 并没有看到相对应的一些项目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虽然增加了将近139亿 增幅达到17.2%的国防预算 它是军事投资费 但是它并没有在对付火箭军上 也就是对方的第一级上下什么功夫 对那当然最近有一种说法 就是攻三飞弹 它已经可以拦截到37公里 就是已经接近40公里高了 攻三是天宫 那但是我们一般来讲 真正你要进入中途飞行阶段的话 要超过150公里 萨德就在150公里 那如果那有些当然有很多的讨论 就是说就算有萨德 或者甚至像日本的选择 日本选择的是陆基神盾 它没有选择萨德 那陆基神盾它飞行高度更高 它可以到达500公里高 那当然有不同的选择 那真的是所有的这种防御系统 可以拦截所有的飞弹吗 当然不尽然 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一些重要设施 能够在作战的第一几次的情况下 保留下来 就是他我们还有反击的机会 不要变成就是说 最后一打就完全打垮 一垮一打 整个指管通勤就垮了 那指管通勤就垮 就变成零星接战 零星接战的话 那其实对于敌人来讲 是不起什么作用 另外很令人玩味的 就是有关于人员维持费的部分 刚刚讲的三大项里面的第二项 最后一项 那就是有关于人员的支出的部分 那这个人员支出的部分 今年反而是降低了 那今年降低了四亿 那原因是 原因是因为我们从今年约略 大概就是十一月十一月 大概就是这个时间 事实上我们的国军已经转成全木兵制部队 就是今年在今年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的时候 最后一批的那个义务役 也就是当十个月左右 因为要扣除那个军训课的部分 大概十个十个月的兵役期间的 这一些义务役 在今年十一月十一月都会全部退伍了 那退伍之后 那因为现在所看到的预算是明年的 那他就没有明年 就是说明年没有义务役 全部就是志愿役 就是真正的全志愿役部队 那全志愿役部队 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员维持费变少的问题 到底在哪里 如果说我们从看到国军从金石 金进金翠 从四十万大军一直采采采采到最后 那国军他的编制原额的话 他的自己的定义是在那个十九万六千人 那他如果说要维持战力的基本需求 边线要达到百分之九十 那也就是我只能有百分之十的空缺 那如果十九万六的百分之十的空缺 对最多只能有 那也就是说就是十七万五千人 我们国军要十七万 至少 对至少 那如果说我们回头来看 预算书里面 主计局他其实有 因为他要编列人员的薪资 他就会有一个预估的数量 人员预估的数量 那其实那个人员预估的数量蛮准的 因为他不能有人领不到薪水 或者是浮编太多 因为浮编太多 审计部会追究责任 变成吃空缺了 也不是吃空缺了 就是他要缴回 那所以只要缴回预算 审计部就会检讨他的那个编列不实的一个责任 那如果由这个来看的话 事实上来讲 107年度 也就是去年 不足2979人 就是与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17万五千人来相 差了三千人左右 那他的比例大概是1.7% 那当然这其实就是插破皮了 没有插多少 到底线 对 那最糟糕的是明年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即将立法院要开始审议明年的预算 他少的是一万六千两百二十五人 也就少的是百分之九点二七 就是说他比原来我们讲到的编制原额少了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人 可是我们有听到说我们国防部最近做了什么样的军事事务革新 我们可以用先进的装备来替代人力吗 好像没有 也没有 这就是最糟糕的部分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解放军他所提到的有关于实战化的部分 当然他也是从2014年 那他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率先的出了一本小册子 那个来讲这件事情 但是他们从1998年开始 他们就来提到说解放军的两个根本性的转变 也就是由数量规模形象质量效能型改变 那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大家都说解放军就是人海战术 机海战术船海战术 没有他现在慢慢的要像质要有质量 而且要有效他已经朝这改变 要有效率效能 这是第一个改变 第二个改变就是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改变 这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头有谈到就是说解放军的舰艇像下脚子一样 那那个是因为他每一个成军然后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但是他的空军我们是看不见的 因为他的空军的飞机站在各机场很难发现 那也就是说他其实他不断的透过这个当然他的军改 也透过我们刚刚讲的两个根本性的改变 其实他做了很多的突破 那但是我们其实在我们约略在2000年的时候 我们也做过一次军事事务革新 可是之后就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而且我们这一次所看到的这一个人员维持费的部分 其实他有高低分离的现象 怎么叫做高低分离 也就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部队结构分成军官跟士官兵的话 那军官里面的高层跟低层其实是分离的 那士官兵里面士官跟士兵也是分离的 也就是说他没有同时的人多也没有同时的人少 那如果我们讲军官部分的话 校官他没有减少他反而是增加的 他增加了1.28% 当然人数也不多 校官多了 对校官变多了 可是他的卫官减少了百分之八点八九 就是比之前来比的话 少了将近百分之九 感觉上就是官比兵要多了 那个是校官跟卫官 那兵的差别更大 士官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是朝着全那个穆兵制全志愿役来讲的话 士官会多 那士官呢 那增加了1.28 士兵呢 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二 这个数字很大了 减少的数字非常多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总数来看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个士官有增加 那那个其他卫官有减少士兵也减少这种情况下来看的话 如果说是108年 就是现在要审议的预算 跟106年相比的话 整整少了两万六千三百四十三人 兵 就是所有的官军官通通通加在一起 少这么多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并没有什么样新式的高科技的装备 可以减少人员的运用 那但是我们的人员显然的变少 这以前我们小时候唱过一个歌叫颠倒歌 千万将军一个兵 慢慢可能 这颠倒歌就真的颠倒过来了 九个班长在一班 对其实事实上来讲 慢慢形成的状况 就是如此 那这当然 因为他待的时间长 他是墓兵待的时间 如果说是比如说10年8年 他就要升上去 但是这里面也凸显一个状况 也就是资深的都 就是说以校官来讲 他为什么退得少 就是转业困难 事关也有 就是事关长 也有转业的问题 对他有转业的问题 那但是 然后就是我们看到这种兵 他的流动性很快 可是这是最糟糕的 为什么说这个最糟糕 因为你兵一直不断的在训练 他没有成熟的一天 也就是说训练跟教养的经费花下去 但是没有得到他的丑用的能 他没有办法维持 他等于一直在训练新兵 是 今天访问的是李李师先生专家知识单元 已经谈的是军事演习 以及国防预算 还有实战化 来 回到专家知识 李李师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一句 日本也有做一些准备 是 日本好像也现在也 他的那是航母 准航母 其实他们叫做直升机护卫舰 他但是 这一个初云级的直升机护卫舰 但他其实是一个全通甲板 那这个甲板 以前他是有五个起降点 他是用来起降直升机 那他的直升机的种类 当然有反潜直升机 那也有所谓的扫雷的直升机 那当然也可以起降人员运输的直升机 那在这么多直升机里 这起降当中 他是全通式的甲板 然后再加上F35B 这种短长起降的战机 开始服役的时候 日本人就有另外一种想法 那我们可不可以 那结果 日本这日本这个民族性 其实是蛮 蛮 蛮 细致的 所以他已经做好了相关的那个研究案 那他只要更换甲板 因为在F35B起降的时候 他因为他的那个排气口对着甲板 那甲板没有办法承受 这么样的高温 因为原来只是直升机而已 那所以他要更换甲板 那更换甲板 因为那个甲板的那个比较重 那可能他的声纳的部分 可能也是一部分负载 可能要做其他的调整 他们已经做好这个相关研究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准航母 可以随时变成真航母 对所以大家一直在讲说他是准航母 那他如果说他要有下一艘的准备的话 可能就真的是真航母 目前他就是一艘加鹤 两艘 还有呢 初云 初云 因为我们讲初云级 因为初云是第一艘 第二艘就是加鹤 那事实上我们来看 最近这段时间大概就是从8月下旬 一直到9月上旬的这段时间 美国跟日本到底在做哪些事 他没有讲实战话 可是他一直都在做实战的训练 那在8月下旬的时候 事实上是美国的他的一个 两栖突击舰胡锋号 胡锋号他也就是原来 他也是一个全东式的甲板 原来他搭载的是AV-8的这一种垂直起降的战机 然后但是现在他已经去改成 可以起降F-35B 而且他已经开始部署了 那他所配合着船务运输舰跟驱逐舰 还有那个两栖突击舰 他组成了一个叫两栖预备支队 其实什么叫做两栖预备支队 也就是类似航空母舰的打击群 只是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海战 他是要去登陆作战 那这个里面 你刚才讲两栖就是很明显的 这个就是侵略性的 他是攻击 不是一个防卫的 是的 而且这里面还有 我们刚刚在讲说 他这是刚刚讲的是美军的编队 那日本他有一艘船在里面 叫他是战车登陆舰大雨 那他也在里面 那他们称这个叫做教会操演 那教会演习的目的是什么 也就是我平常我们在指管通勤的部分 我们就做训练 不要等到暂时临时的 那例如说我们的使用的通讯 要用什么样的网路 要用什么样的频率 那我们用什么样的信号书 我们用什么样的战法 到暂时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那这也就是我讲的说 虽然每日没有讲实战话 可是他一直在做实战 为实战做准备 另外在九月上旬的时候 他另外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 雷根号航空母舰打击巡 那他除了他本身之外 那还有他配合了 日本的加贺号 对就是他加贺号 那加贺号也不是一艘 那他还有春雨级的驱逐舰 跟秋月级的驱逐舰 那这两种驱逐舰 就是比较小型的神盾舰的概念 那也就是他上面有垂直发射系统 那但是他的数量没有这么多 那但是我们刚刚讲到了 有关于雷根号航空母舰打击巡的话 他有跟了一艘神盾级的巡洋舰 那还有一艘神盾级的驱逐舰 那这艘神盾级的驱逐舰 是从第三舰队过来的 那也是最新完成改装的 也就是他可以拦截弹道飞弹 他具有拦截弹道飞弹的能力 你刚刚说从另外一个舰队调来 对是第三舰队 是为了要完成这一次跟日本的演习 现在在我们太平洋西端的是第七舰队 在以珍珠港为切割的话 在他的东边就是第三舰队 那第三舰队是防御本土的 那但是最近几年 他第三舰队跟第七舰队不断的交流 那也就是说你要去 我们讲到兵要调查 就是你平常你要去了解这些 未来可能作战的海域 还有什么样的特点 那还有去认识敌人 因为他们往南海的这个过程 其实都会遇上解放军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迦赫 迦赫事实上来讲 他上面还有带记者 这日本也是很有一套 他上面带了记者 记者竟然就拍到解放军的动物室 阿法的这一种导弹护卫舰 果然真的是去拦截他们 因为他们主要的就是从日本往南海 然后从南海访问菲律宾之后 他们要继续访问新加坡 然后通过马六甲海峡 他们还要去斯里兰卡跟印度 这个也就是美国跟日本 现在一直在强调的印太战略 也就是印度跟太平洋合在一起 但你刚刚提到说日本记者拍到了 中国受到牵制的画面吗 有他有实际上的画面 那只是因为我们广播里 没有办法秀给大家看 那但是他是一个连续的画面 就是他的记者口白之后 直接就拍到动物室阿法 而且不止一艘是两艘 过来拦截 那当然他也只有并行监控 那就好像解放军来绕台 我们也是并行监控 那他们并行监控 离开了他们所谓的核心导礁 就是楚币永属 然后还有美济 这三个核心导礁之后 那解放军就离开了 那也就是说 美日虽然没有讲 把实战话挂在嘴巴上 但是他实际上不断的在为实战做准备 而且在这个期间 8月31号英国还派了一艘海神之子 这一艘万两千吨的一个船坞登陆舰 进入到那个西沙群岛 就是永兴岛的这个区域 那这个区域里面当初就是船 有防空飞弹 有攻船飞弹 那他们也去做了一个航行自由行动 配合美国做了一个这个行动 那菲律宾在这个演习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菲律宾啊 菲律宾没有扮演什么角色 他扮演的是救难的角色 因为在8月29号晚上 他的一艘巡防舰 那这艘巡防舰呢 大概就是三万七千吨 七千吨的这一个 不是三千七百吨 对不起 三千七百吨 比我们的成功级小一点 那他这艘船 其实是美国原来的海岸巡防队的船 那经过改装之后 给了那个菲律宾变成了一艘巡防舰 结果他不偏不倚上了那个南沙的一个半月交 搁浅了 搁浅了 那搁浅的时候谁最紧张 大家以为是中国最紧张 当然不是啦 是菲律宾最紧张啊 因为大家都会想到另外一件事 也就在仁爱交上面 菲律宾也是触交了一艘船 那艘船叫做马德雷三号 那也就是跟我们台湾的那种开口校 中字号一模一样的船 但是是一艘烂船 就是已经腐朽的很严重的船 他去那里搁浅了 搁浅之后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在强调他对于仁爱交的主权拥有 所以这一次除了菲律宾很紧张之外 中国也很紧张 你又来如法炮制一下 但是有很多人这样想 但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马德雷三号是平底船 他原来就是要抢贪的 可是这一次的这一艘巡防舰 那个叫做德尔皮拉尔号 他是尖底船 他如果一上交 他有可能翻腹的 所以其实不是 但是他也就在很快的 他在9月5号就已经脱贪了 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不是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专家知识 李李诗先生 军事专家 为我们来介绍 接下来介绍这个话题 其实应该就是指 美日在南海晒恩爱之后 他包括菲律宴也参合在里边 中国应该有一些反应 甚至俄国也会有一些反应 事实上来讲 就是俄国 俄罗斯跟中国 他一直都有很频繁的军演 那甚至有媒体统计 就是普丁 俄国总统普丁 跟那个中国的总书记习近平 今年已经见了第三次 截至目前已经见了第三次 非常的密切 那而且他们有 有常态化的在进行一些军演 以俄罗斯跟中国来讲 就这只有这两个国家 他每一年从2012年开始 他每一年都进行 所谓的海上联合 那海上联合这种军演 他是轮流在中国跟俄罗斯附近的 那个海域进行 那2016年的时候 这个演习在南海 那2017年的时候 他的演习开始扩大规模 他第一阶段是在欧洲 是在波罗的海进行 那他到了第二阶段 他就到了日本海 跟那个俄霍刺客海 这个部分 那而且他的时程非常长 他从九月 七月下旬 一直到九月中旬 进行这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 那其实他的 这个是我们讲到说 有关于海上联合 俄国跟中国海上联合演习的部分 那这个演习的部分 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操演 包含多重威胁 什么叫多重威胁 也就是防空 反潜 以及制海作战 那也就是从空中水面水下一起来 那这是一个多重威胁的作战 那另外他还有 有关于海上搜救 海上整补 那也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美日之间 他也有我们刚刚讲到的加赫号 帮美国的他的神盾级的驱逐舰 海上加油的部分 那也就是说 俄国跟中国也在做这件事 那这个是我们讲海上的部分 那陆地的部分 他们是每两年会进行一个叫做和平使命系列军事演习 和平使命 对 那讲是和平使命 那参加的国家更有趣 他其实是中亚的一些国家 那也就是他所谓的上和组织 也就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那在这些国家里面 我们听听听看有哪些国家 除了中国跟俄罗斯之外 还有哈萨克 吉尔吉斯 塔吉克 乌兹别克 巴基斯坦跟印度 他还有一些观察员 也就是蒙古啊 白俄罗斯 伊朗 阿富汗 其实都在中亚 一带一路 对 其实就在这个 那个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那他比较强调的是反恐 那而且呢 是中国跟俄罗斯做 那其他我们讲的 上和组织这些 小兵力资源 其实大部分就是像老师刚提到 都在看 那观察 然后看怎么做 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 这是他们常规化的一个演习 那这一次 这个叫做东方2018的这个演习 据传闻啊 是从那个 冷战结束之后 最大的一个军事演习 那这个演习的位置 是在哪里 他其实是在 外贝加尔湖边疆区的一个俄罗斯的 楚歌尔训练场 到底在哪里啊 对了 这个楚歌尔最近很有名哦 好像是一个很大的 这个范围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它的范围到底是多大 大兴安岭 就是大兴安岭到贝加尔湖的这个这中间的一个区域啊 那这个区域也就是除了卫星之外 你用雷达目视看不到 就是实际上你只有用卫星可以看到 到底他们在演习些什么 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再讲精确一点 就是我们一直听苏武牧阳北海边 就是那个位置 那他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在贝加尔湖以东670公里 那在呼伦湖那在中国的呼伦湖以北250公里的这个位置 那他在这个位置里面呢 今天如果以今天9月13号来讲 他进行实弹演习 那实弹演习之结束之后 他就会进行一个沙场阅兵 就会进行一个阅兵分裂的一个道法 那这一个叫做东方2018 那其实他这是我们讲陆军陆战的部分 其实海军也有 海军其实是在海森威 海森威这个名词是中国用的 因为他是满文 满文的海森威的意思是海边的小渔村 可是事实上来讲在1860年 俄国签订中国跟满清跟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之前 他就把它改名字了 他叫做弗拉迪沃斯托克 那就是叫做弗拉迪沃斯托克 他其实叫如果俄文真正的意思叫做东方的统治者 那所以这一次的演习叫做弗拉迪沃斯托克 中国海峡到日本海 那到底有这28艘船到底有哪些船 其实他有驱逐舰 然后他也有潜舰纠难舰 有扫雷舰 还有巡防舰 还有运输舰 就是坦克登陆舰 他也都有 我们仔细想一想 我们的汉光演习是不是约略 也就是这个样子 他有驱逐舰跟来护卫整个我们护卫这些船团 然后我们刚刚讲有潜舰救难舰 有潜舰救难舰 他其实就是要做两期登陆的一个演习 那他也有少 他登陆的对象 他其实中俄在做进行这种演习 他们讲了一句话 叫做不针对第三方与地区形势无关 这就好像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我这都是对事不对人 只要出这句话就是对事又对人 那其实他讲这个 就是此地无音三百两 他针对的到底是什么 针对的就是南海的登陆作战 还有针对的也就是钓鱼台的登陆作战 然后还有针对台海 那其实他都是针对这些区域 那到底他动员的兵力有多少 那如果是俄罗斯来讲 他动员了三十万 我们刚刚讲国军只有十五万多人 是他俄罗斯动员三十万 但是中方只派了三千多人 因为他们只是一个合同训练 然后而且他中方做的一些训练 其实跟他所使用的新兵力有关 也就是他新购买的苏凯三十五 那他利用这些演习的过程跟俄罗斯互动 那跟俄罗斯互动看看他的飞行员完成训练了没有 那还有他的S400的防空飞弹 那其实这一些中方虽然兵力只有三三千两百人 但是他有一千多辆的车辆 然后他有三十架个型战机 那这个个型战机有定义机 然后也有悬翼机 那这也就是他不但有陆军 还有海军 也有空军 都一起演习 非常感谢李李师先生 为我们分析最近的所谓的实战化的战局 谢谢 感谢观看